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1147集 用了两个小时时间 车子便行驶到了尼瓦镇 四人在镇上找了个宾馆 闲行安顿了下来 张凡和那面容幽黑的男子 则是住在一个房间里 哎呀 这宾馆倒是不错啊 面容幽黑的男子 自下打亮了一眼笑道 张凡看他一眼微微一笑 并没有接话 那男子往床上面一躺 发出了一声束缚的声音 那戴死酒店里面 应该比这好得多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住住戴死酒店呢 那男子 躺在床上面幻想着 然后他又把目光 投向了张凡 哎 你在戴死酒店里面 住过吗 听到对方这个问题 张凡微微一震 而后笑道 之前家到还没有中路的时候 倒是住过一回 一听这话 那男子脸上立刻便浮现出了一抹羡慕 紧跟着问道 那里面比这儿好多了吧 的确是比这儿好一些 好 你先休息 我去趟厕所 张凡不想和他再聊了 这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随后张凡便走向厕所 等他从厕所里面出来 那油黑男子 已经在床上打起了呼噜 看到这一幕 张凡微微摇头 也是上了床 另二人告诉张凡两人 让他们在房间里面休息一会儿 十一点半下楼便可以 因为今天早晨起得很早 张凡有些困了 索性 便躺在床上睡了起来 他订了个闹钟 十一点三十 两人准时到了楼下 时间不长 那两个人也下来了 到了张凡两人面前 冲他们说道 咱们先去吃饭 吃完了饭 立刻前往大坑村 死人在外面的饭店里面 吃了顿饭 便直接出发去了大坑村 去大坑村的路 一路都是山路 开不了车子 那两人秀有珍奇 所以前进速度很快 而那名面容幽黑的男子 则是有些吃力 张凡也装出了 一副吃力的模样 大约用了四十多分钟 众人便赶到了大坑村 在大坑村的村口 两人停了下来 而后面带笑容互相对视 之前 那名身材偏胖的男子回头 冲张凡和那名面容 幽黑的男子说道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咱们一起进村 你们两个负责和村长交涉 你们的目的就是 不要让村长和村民 反对我们在村子里面活动 别让他们在我们活动的时候 找我们的麻烦 随后 他从包里面掏出一摊 鲜红的钞票来 递在两人面前 这个是今天的酬劳 你们收下 看到这摊鲜红的钞票 面容幽黑男子 毛子一亮 迅速便接了过来 真实的看着这套钞票 紧跟着便点了起来 点住五千块 揣进兜里 把剩下五千 递在张凡的面前 张凡也是有样学样 满脸真实的 接过那五千块钱来 收起钱以后 面容幽黑男子 方才想起来 那身材偏棒男子 刚才交代的任务 他问道 两位先生 让我们去办事 摆平这边的村长 没什么问题 但是总得给点经费吧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经费 哪能办成事啊 听到这话 身材偏瘦的男子 眉头紧皱起来 他那本来就看起来 比较英质的脸 变得更加英质 双眼死死的盯着 那面容幽黑男子 眼神里 更是有着一抹寒光闪过 身材偏胖的男子 脸色倒是好一些 不过他所说的话 和他的脸色 却并不相符 我给你们的这些钱里 已经包含了经费 你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 马上给我滚 可是 这 面容幽黑男子 还想再说什么 但是 他话还没说完 身材偏瘦的男子 便已经怒了 一个剑步跨了过来 猛地抬手 一把掐在 面容幽黑男子的脖子上 然后 便见那名面容幽黑的男子 双脚离地 他的身体 就那么被身材偏瘦的男子 硬生生提了起来 面容幽黑男子 在空中剧烈挣扎 只见 他那张黑脸已经变得帐红 嗓子里 不时发出艰难的呼吸声来 小子 别他妈得寸进尺 你们来此的任务 就是和村里门的人打打交道 我一天给你们美人五千块工资 已经很高了 还不知足 你想死是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村子里面什么情况 这村子很穷 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就可以完成我们交给你们的任务 鼻子这得了便宜还买乖 说完这话 身材偏瘦男子忽然放手 面容幽黑的男子 呈现自由落体的姿势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他口中发出了一声轻呼 而后 满脸委屈地看向那名身材偏瘦的男子 我们 我们这不是不知道这个村子的情况吗 他一边说着 一边从地上挣扎着站起身来 而后嘟囔了一句 我们这就去找这个村的村长 那你们先去吧 我们两个一会儿过去 我们在村长家门口等你们 等你们交试完了 再把我们两人介绍给村长认识 面容幽黑男子 有些恐惧地望了眼 身材偏瘦的男子 而后 对张凡使了个眼色 张凡立刻回忆 而后 便一起往村子里面去了 两人走出了三百米以后 面容幽黑男子 回头望了眼 身材偏胖的男子 和身材偏瘦的男子 愤怒地说 什么东西 长着自己有点本事 敢欺负老子 张凡看了他一眼 单单笑了笑 并没有计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